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接下来两段我个人要跟大家来谈谈 从美股看台股 美股最近在涨什么 台股我们可以关注什么 今天来跟各位报告这个主题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最近的这个迷因股 这个热潮在起 那昨天节目有讲说 这个有大学生传出来说 这不是台湾大学美国大学生 说去买了这个BBBY 这家公司的这个股票 550万股了 在股价5块多的时候去买的 最近卖掉了说赚1亿多美金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这一档股票 最近这一阵子涨了三倍多 那BBBY是美国家用 家具用品零售商 叫Best and Beyond 那他的这个代号就是BBBY.US 散户热门追逐 也是一档迷因股 不过呢 最新一个交易股价 却是大跌了将近20% 8月18号跌了将近20% 盘后更是崩跌了44% 原因是什么呢 果然割韭菜来了 大股东GameStop的董事长 Ryan Cohen 出脱了所有持股 引起了外部股东的恐慌 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个Ryan Cohen 所控的投资公司 叫RC Venture 是BBBY第二大股东 这家公司呢 在18号美股盘后 像美国证交所 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申报 他所持有的BBBY的股份 已经全部卖光了 到16到17号分批卖出 总共卖了778万股 哇 这个你想看这么大的一个大咖 才买778万股 一个大学生买了550万股 这个不是就很大的一个学问吗 那成交价呢 是18.68美金到29.22美金 你看16号到17号 这个股价就波动这么大 从将近19块美金 可以到29块美金 这么大的一个波动 那根据DowJones Market Data计算 RC Venture每股买入的均价 大概是15.34美元 这次卖股获利入带 高达了将近6000万美金 那RC Venture呢 同时呢 以这个11万2733美元的价格 卖出了2023年1月到期的买权 co-option 履约价格呢 是60美元到80美元 这个部分呢 也获利了差不多有9万多美金 将近10万美金了 那亚护 Finance的报价显示 18号正常盘 BBBY股价狂跌了19.63% 收在18.55美元 盘后呢 跳水 因为这个消息盘后公布嘛 大跳水44.64% 接近45%的跌幅 跌到了10.27美元 17号下午公开的SEC文件显示呢 Cohen办理事前申报 有意出脱这个BBBY的股票 你看这个 讲实在的啦 你说啊台湾人会炒股啊 我跟各位报告啊 全世界最炒股票的是美国人啊 让台湾人 还输美国人很大一劫了 美国人才是炒股的大主 老祖宗呢 毕竟这个人家股市的历史 都是超过百年啊 我们再怎么样 我们的证券交易所成立 刚好一甲子啊 还比人家碎寒 所以从这个BBBY 这次民营股的下挫 这档股票的暴跌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股市的 这种所谓的炒作真面目是什么 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 上了一堂课了是吧 那昨天我们有那个 UC说买到BBBY嘛 不知道您卖了没 没卖也没关系 反正我看好像你说你买200股嘛 所以讲实在赚也不是赚很多啦 那就算没赚到也无所谓 那事实上这种民营股投机股啊 你说GANSTAR啦 什么高斯电子啦 这些美股最近那种 等于说疫情以来 这种所谓的民营股 这种大标股啊 那什么AMC啦 你说你会去买 你会买很多吗 你会买几万股 几十万股 甚至上百万股吗 你就算有这个钱 我想你大概也没这个胆吧 他们的股价 每天波动 这个恐怕就是让你的心脏 这个一下扩张 一下收缩吧 活得有需要这么刺激吗 所以说会去这样子 买这些股票的人 恐怕也都是散户潜藏几指啦 买个一千股五百股 好好玩好玩这样子 对不对 赚也赚不了多少 赔也赔不了多少 奖时代的一天涨40% 你这整个总获利会有多少 也有限啊 那你总共损失多少 其实奖时代也有限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 真正在幕后操盘的 就像刚刚讲的这种Cohen 这样子的一些大咖 他们才是真正的 画质也敢 这个是控这种股票 所以那台股 有没有这样 类似这种主力色彩股票 也很多啦 讲实在的也很多啦 那至于说 参与者的心态是什么 那大家就自己去拿捏嘛 那这个是在民营股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 要跟大家讲一些正规的 正规正统的投资 或是说呢 股票的一个 像目前美股台股的状况 那我们回到整个 S&P500指数来看 今年以来 标准普洱500指数的跌幅 到美股周四 它已经收敛到10.69%了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有帮大家 把这个图形准备出来 那我们今天这个图形 全部都是引用 雅虎凡然式的图形了 先跟各位来讲一下 我们的资料来源 到这个今年 其实在6月中的时候 我们圈起来这个地方 那这个标准普洱500指数 一度跌了20% 它是跌入这个熊市 那这个从熊市反弹 其实弹幅也相当大 已经是几乎把这个 今年以来一半的跌幅 把它收敛 那这个波段涨幅呢 就远远不是只有10% 因为这是简单数学的关系 它大概已经涨了 差不多13 4%的一个幅度了 那把一半的跌幅收敛 那你说美股强不强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走势 真的非常强 它每一次 回档之后就再创新高 回档之后再创新高 回档之后再创新高 显示它这是一波 非常强力的多头行情 而这波多头行情 很妙的是什么 它是出现在美股向来 比较差的月份 美股7月其实是好月 我们根据过去 从1929年以来的统计数据 你可以看到 美股7月份 其实是好月份 因为它上涨的 这个就是几率 或者说涨幅 都是相对在 一年12个月里面 排前段班的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8月跟9月 是美股最烂的月份 这一年以来 不管上涨的几率也好 或者说 它往往在这两个月 股市下跌的幅度 都是在过去百年 美股历史里面 它是排前段班的 也就是说8月9月 不是好月 尤其是美国股市 最烂的月份 是9月份 就是下个月 那至于说 今年会不会再次凌业呢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因为6月中以来 已经反弹这么大一波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9月的行情 我们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因为毕竟 美股过去的历史经验 告诉我们 9月是美股最烂的月 最烂的月就是9月 那至于说 10月11月12月 就会渐入加进 进入第四季 跟隔年第一季 通常都是好月的 好季度 就是说一年的这个好季度 就第四季跟第一季 过去这十几年来 大概这个状况 是比较明显的 好 那这个是先从标普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重要成分股 大家先看一下科技巨头 苹果 那苹果呢 马上要发表新手机了 这个今天最新的消息 是说是在9月6号 郭明奇讲的 那之前 iPhone12 13 他们发布的时间 分别都是在9月中下旬 几乎没有在9月初 就发表新手机了 那为什么这一次会提前 在9月初就发表新手机 郭明奇的说法 是说因为现在目前 整个消费端很疲弱 这也是事实 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手机销售大衰退 然后三星的 今年的状况 预期下半年也不会好 A系列手机库存非常的多 那这个统计数据 估出来的库存量 都非常惊人 那这个就是 目前消费端的问题 你说他手机降价 能不能促进 大家去买手机呢 我觉得恐怕不太容易了 因为毕竟 你就说我这个 我今天手机降个8% 10%的 就是打折出售 你就去买新一支手机吗 你就旧手机 你现在目前的手机 能用的情况之下 大家已经缩一结识了 怎么再去 因为打8% 10%的这个价格 就去买新手机呢 应该恐怕 这种促销的这种方式 对手机的 这种所谓 推动的一个销售增长 很有限 那苹果今年iPhone14 据说不但 不会比这个13便宜 还会贵10%到15% 这个是 未来我们可能要面临的状况 就是说3C产品 未来可能不会比 这个过去更便宜了 因为晶片价格的大涨 等等 供应链的问题 尤其是全世界大家都要搞自己的生产 这个半导体都要射到自己的国家里面去 这种全球分工形式的破坏 基本上呢 物价就有这种结构性的 这种所谓的这样的影响 那你看到苹果今年以来 它的股价跌幅 已经收敛到只有4%了 苹果从这个6月中的低点上来 已经谈了30%之多了 那它曾经一度也是跌过超过20%的 进入到熊市 好 那这个是苹果 是不是美国现在科技巨头里面 股价最强势的 几乎要收复今年所有的师徒 那新手机发布还有一个月时间 这一个月时间 收复这个4%跌幅 我认为是休夸待机 甚至呢 在手机发布的前后 苹果股价有可能 今年会有跌转涨都有可能 那这也证明了苹果这家公司的 这个影响力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本周美股已经出现了 涨身无力的状况 周三的时候呢 零售销售数据公布出来是 比市场预期的差 FMC会议季要公布 其实也没能提振市场情绪 所以导致了四大指数全面收跌 是本周第一次 四大指数收跌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 另外周四的状况呢 这个四大指数出现了反弹 但是呢 今天晚上周五啊 美股本周最后一个交日 恐怕有这个奋战了 多头有一番苦战 因为现在目前电子盘 四大三大指数都明显下挫 道琼已经跌了快300点 跌了0.8%的幅度 纳萨克指数呢 则是跌了超过1%了 跌了157点 费半指 对不起 标普指呢 是跌43点 跌幅也刚好1% 所以使得呢 台子期啊 现在目前呢 这个我们 现在这个当口上呢 是跌了有72点之多 跌到15282点 跌幅也来到 0.46%的幅度 好 那为什么 这个股市会 在这个礼拜转落呢 除了呢 这个六月中以来 涨幅已经相当明显以外 我觉得联准会的态度改变 可能是原因之一 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最新 就美国的周四啊 美国联准会 这个官员啊 陆续出来放鹰派的说法 什么75个基点等等 事实上这些人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放话呢 恐怕就要打压股市嘛 对不对 就要看股市涨多了 已经安 底部已经出现了 或是中期底部出现了 那如果说不把股市压下去 大家就去不工作了 又去炒这些民营股了 又去炒这些投机股了 这个美国现在劳动参与率啊 持续在下滑啊 这个对整个劳动力来讲 不是个好事啊 包括各位去看一下 美国现在劳动成本 在大幅上升的同时呢 劳动生产力呢 却是这个在往下掉 所以形成一个很大的gap 那联准会当然不乐于 见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因为大家知道说 这个基本上生产力是一个国家竞争的基础啊 那但是美国的生产力的指数 却是不断的在往下掉啊 而且是幅度非常大的往下掉 劳动参与率又往下掉 那如果你是这个决策官员的话 你会放任这个就业市场 是这样的状况吗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3.5的失业率好像非常好 但事实上他这个中间 有很多的黑数 或是说呢 分母 计算失业率分母减少的问题 所以说基本上 我觉得联准会是不热见 这些迷因股啊 这些 这些投机炒作的风气再起 所以当然他要在这边去扑灭股市 这种所谓的投机 投机的热度嘛 这个如果站在 执政官员 或者说站在整个决策者来讲 看到这种现象 应该是这个很容易理解 好 那但是我就觉得说 基本上呢 正规股票不见得一定会受到影响了 那正规股票啊 如果说大盘有大幅回挫的时候啊 好的公司呢 反倒是买点啊 就是说因为毕竟中期底部已经出现 我们来看到苹果 苹果可能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例子 另外呢 我们来看微软 微软今年以来跌了13.3% 那我们看到微软现在的本益比是30倍 那苹果的本益比呢 是28倍 所以我们用这个30倍啊 作为美国科技巨头的一个合理本益比 微软跟苹果大概都处在这个区间 那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马逊的本益比就超高了 亚马逊的本益比高达127倍 但亚马逊因为他是电商啦 所以通常电商都给予高本益比 因为他看的是未来的成长空间 那亚马逊今年的股价跌幅呢 是高于苹果跟微软 那这个跌幅是将近16.5% 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阿发贝 他今年跌幅更大 17.12% 他的这个本益比呢 最低哦 22倍 那你说本益比最低 为什么阿发贝 他的股价跌幅相对大于 亚马逊也大于微软跟苹果呢 最主要是因为阿发贝的营收 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营收增长乏力的状况 非常明显 如果各位去看一下阿发贝 公布出来的财报 你就知道了 尤其他的这个广告收入 在YT各方面都已经出现这个问题 最近数位广告 在整个美国市场 数位广告的这个被砍单的情况 非常明显 不但是被砍单 而且这个广告费也在下降 那Meta是最差的 那Meta呢 已经出现营收首次的这个出现年比衰退 一趴的情况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他的营收衰退 那他今年股价跌幅呢 是非常大的 48%的幅度 那脸书的这个经营状况 确实是不是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强势的股票 像是呢 Analog Device 这家翻成叫做亚德诺半导体 是一家非常大的这个类比IC公司 Analog Device呢 就是他的代号是ADI 你看看他今年的股价 跌幅呢 仅仅只有4% 非常强势 尤其是6月中以来 他的波段涨势非常强烈 事实上类比IC像德语啦 这个今年的股价表现的也相当好 但是类比IC的部分 今年算是美国在半导体股票的亮点 那我们看到在德语 今年股价跌幅也仅仅只有6% 而又是最近跌下来 最近这几个交易跌下来 如果不把最近这几个交易算进去的话 德语今年几乎快不跌了 那德语呢 他公布出来的财报也相当不错 但是Analog Device呢 他之前的这个法说会 其实他是对未来的需求有预警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在安森美 ON我们刚有提到这家公司 他也介入到第三代半导体 SIC的这个体材里面去 那另外他也是在车用上面 也是琢磨非常多的一家大公司 他今年股价是最强势的 你可以看到 今年美股能全年到目前上涨的公司不多 安森美是其中一家 他股价到最新交易 他是涨4% 非常强势 那另外 对比费半指数里面的成分股 辉达 今年股价就跌幅高达37% 大家看到辉达涨也涨不上去 这个他非常疲弱 所以说你说 辉达为什么那么疲弱 他除了先前已经调价 财测指引之外 那同时呢 现在市场传出 他在8月24号 25号要公布政治财报的时候 季报要公布的时候 还会再调价 那这个消息呢 使得辉达的股价 又阻止他往上走高的态势 而且他现在目前的本益比高达50倍了 我觉得辉达的股价 本益比太高了 就相对比本益比相对偏高了 不是说太高 应该讲说本益比相对偏高 所以在这样一个比较之下 你就发现 其实辉达的这个股价的走势 确实反映他的基本面 那另外呢 台股的部分 我们观察几家公司 那观察第一家呢 就是矽晶圆的环球晶 他今年第二季合并营收 是175.4 是单季新高 季增77.6% 年增15% 毛利率呢 高达43.6% 这毛利率非常高 是创下历史新高 连续5季增长的毛利率 营业净利率呢 是36.5% 也相当高 这个毛利盈益净利率 这个已经是 就是以前台积电的水准 当然台积电现在更高了 这个以前台积电的水准 那最后呢 确实出现 最后净存益27 确实出现年减31%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等一下跟各位报告 他第二季的EPS 只有6块多 累计上半年的 每股存益EPS 10.25元 他是年减了三成多 那你说 奇怪了 他营收创高 那毛利也创高 净利率呢 这个也创高 怎么会出现 EPS年减31%的状况呢 税后存益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主要是因为他持股 这个德国试创 13%的股票 结果试创今年股价大跌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就是试创今年的这个股价 我现在标出这个十字游标线 是2021年12月1号 当时试创的股价在140块欧元 这一波最低跌破到这个70块以下 那最近回到75块欧元 因为呢 这一段的大跌啊 使得呢 环球晶的业外损失非常的惊人 各位看一下环球晶的业外损失 今年第二季的业外损失高达80亿了 然后呢 他的业外获利率是负的23.6% 那去年的全年业外损失只有 全年就这个12.5亿 今年上半年的业外损失就高达80亿 你就知道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试创股票跌价的损失 所以导致了他的EPS呢 出现了大减 虽然说 他的这个三率都是创高的 但是呢 就是一个试创的股价的下跌 那这个试创最近股价 似乎已经开始见到这个波段低点 如果下半年试创股价涨上来的话 环球晶当然就有所谓回冲这个损失的条件 所以这也是呢 后续观察环球晶股价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 如果各位要去这个关注环球晶的话 你同时也要去关注试创的股价 因为环球晶的本业是相当不错 因为包括台胜科的法说也出来 就是说8寸12寸现在都是满债嘛 6寸可能稍微差一点 那唯一呢 环球晶现在的最大的 这个外部因素就是试创股价的变化 如果试创股价下半年大涨上来的话 那这个想象空间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台胜科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 时间的关系 我可能没有办法详细讲 台胜科今年上半年的这个 获利是年增3.65倍 每股存益3.33元 第二季了 上半年的获利增了2.8倍 每股存益将近快6块 所以从台胜科跟环球晶 我们都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细菌源的部分 确实还是不错的 好 那接下来本来要跟大家谈 这个像是汉磊 这个当然今天汉磊已经讲很多 今天就不讲 还有像像东简的基本面 华星的基本面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吧 如果有时间 我们以后再跟各位来谈一谈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